看来我的运气不错 想必这些人和我一样 都在盯着宗主之位 一旦谁先动手 必会遭到所有人的围攻 但既然没有人先强者 我又何必如此束手束脚 宗主之位 必定是我的囊中之物 方面锁链 水神秦南居然可跟我们抢夺古兽珍珠 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阿弥陀佛 秦南施主未免太过莽撞 废话少说 宗主之辈 同者上任 拿命来 没人告诉过你 不要背对敌人吗 我 你是什么时候 拒绝一个内门弟子 也敢抢夺古兽之助 古兽都要看看 你有什么本事 那就试试看看 黄天 一记 看来阴阳小世界的生灵陨落之势 会反补这片天地 绝不能让此人 再施展同样的书法 我能一起引动仙山之力 将它困住 存命 存命 公公宗主 仅凭这种招式 就想困住我吗 封灭 知意 各位道友 现在秦南被困了 诸位清末甚至动手 以免击破我们的仙术 让秦南逃 封灭戟之体 大佛天国 不过如此 不过如此 诸位道友稳住心神 秦南尚未踏入人心境界 联手 并肯将它 谷主穷通 那是什么宝物啊 啊 居然连逃跑都来不及 能灭战老虎 是吗 是吗 不好 他想固济什么事 就算你们猜到了又如何 我 我 不要 小子 你居然放了我 小子 不信了 平一人 就能胜过 洛雷宗的所有修士 哦 是吗 看着 仙皇一动 不堪一计 那接下来 你到哪门了 万空 别杀 大胆 竟敢在我洛霞宗 滥杀无辜 现在必以山灵之名 将你处刑 看来是秦南解决掉 洛霞宗父宗主 彻底惹怒了山灵 山灵可是人仙境界的存在 秦南这下要完了 你说什么 处刑我 那就动手吧 你 你这是 他竟有如此力量 我还是溜吧 什么 山灵竟然被吓跑了 哼 算你识笑 诸位是挡不住我的 如果继续下去 你们只有死路一条 与其跟我作对 不如就此收拾我 祝我一起壮大洛霞宗 这 等到洛霞宗成为第一宗门 你们获得的好处 难道还能少吗 好 我们愿意遵你为宗主 甚好 既然如此 你们就先发下先魔道士吧 这 好吧 我等发下先魔道士 遵秦南为宗主 并在秦南宗主在任期间 绝不被看洛霞宗 全力以百宗大战 诸位请起 宗门内如今还有多少宝物 回禀宗主 洛霞宗宝库内 还有天神之气五十三件 掀起十件 以及 好了 接下来的九天 你们组织下所有弟子进行比武 赢的一方便能获得宝物 你把这几天的事情都安排了 那宗主 我接下来 当然是要去见见山陵了 好 这个熔岩池坛 竟是一种罕见的天才地宝 恭喜道友 登您宗主之位 这个熔岩池坛便作为贺礼 送给道友吧 多谢 山陵 我此次侠来 是想请你在百宗大战中 出手助我一臂之力 秦宗主 并非是我不愿意的 而是阳界自有规则 像我们这样的赈宗之物 不得插手百宗大战 既然如此 那你能否提升整个宗门的灵气 请恕我无法帮这个忙 否则我落霞仙山 将会元气大伤 我不会让你白白付出 若你同意在百宗大战获得的宝物 我可以分你两成 除了补天顶 两成 此话当真 千真万劝 那好 我答应你 这灵气至少增强了六倍